突然出现的老外 给我撞的晕头转向 恍惚中 我好像看到他脸上的五官 消失了那么几秒 这一定是给我撞出幻觉了 还没等我起身 眼前的老外开始说话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听着这变角的中文 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 这后世里 竟然有会说中文的外国友人 我赶忙微笑着起身 想和他打个招呼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个老外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 然后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 接下来 不管我对他说什么 他都只是在一直不停的重复 对不起这三个字 我缓缓向后退了几步 强烈的直觉告诉我 眼前的这个老外 可能并不是人类 我微微偏过头 看了看前方 无人机早已失去了踪迹 既然如此 我也没有必要冒险去冲撞这个挡住我去路的老外 我强装镇定 保持着微笑 一边紧盯着这个老外 一边缓慢的一步一步的向后退去 而就在此时 眼前的老外 却突然停止了讲话 随后他的头竟然开始快速的左右颤动起来 看着他这怪异的举动 我立刻停止脚步 死死的盯着他 然而就在下一秒 他的头却突然停止了颤动 并又非常奇怪的语气说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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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 眼前的这个生物 绝对不是人类 我回头看了下来时的路 紧了紧背包的背带 深吸一口气 然后 我立刻迅速转身 开始奔跑起来 跑了没几步 我回头看了一眼 却发现这个怪人 竟然插着腰 并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跟在我身后的不远处 看到这个景象 我心头一紧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我立刻开始加速奔跑 好在对方的速度不快 逐渐的 我们拉开了距离 在跑过几个街区以后 已经看不见 那个怪人的踪影 我随即蹲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然后拿出一瓶杏仁水 可我刚想打开喝几口 却隐约的听见 那个怪人的声音 又出现在了我的附近 对不起 你好 你好 对不起 他娘的 这是缠上我了 我马上起身环顾四周 发现前门不远处 似乎有一家酒吧 来不及多想 我迅速起身 往酒吧跑去 进入酒吧以后 我赶忙找了几把椅子 抵住门的把手 然后就马上跑到 吧台后面 躲了起来 我尽量屏住呼吸 认真听着周围的动静 随后 我听见酒吧外边 传来了脚步声 还有那诡异的中文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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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随着声音的消失 我缓缓探出头来 看了看外面 那个怪人 似乎已经离开了 我深深的叹了口气 把背包丢在了吧台上 一边揉着酸痛的肩膀 一边观察着酒吧里的一切 这里 除了各式各样的洋酒以外 再没有其他可用的物品 考虑到Level11内部建筑的变化性 为了防止自己一会儿又被困在其中 休息片刻后 我便准备继续出发 男人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旁边的椅子上 竟然放着一部 手机 我迅速拿起这部手机 试探性的按下了电源开关 幸运的是 这台手机竟然还有电 而且可以正常的开机 但奇怪的是这台手机却只有两个图标 等等 这熟悉的图案 是MEG的标志 我马上点了进去 结果却提示我需要网络连接 可是这里是后市啊 让我上哪搞网络连接去啊 看着屏幕上出现的可用WiFi列表 我的心头一颤 这个层级里竟然有网络 而且还都是没有密码的开放式网络 我没有犹豫 马上随便点击了一个 看着手机上方瞬间出现的网络图标 我欣喜万分 随后 我马上再次打开那个带有MEG标志的UP 而这次真的可以进入了 经过简单的查看 我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利用后市中 内部网络搭建起来的数据库 里面记载了非常详细的 关于很多层级的资料 还包括了一些实体的记录 还有一些物品的使用方法等等 来不及细细查看 我马上找到了关于Level11的数据资料 然而 资料中的一段话 却让我瞬间感到极被发凉 无面铃和猎犬 是Level11中 V2经常生成的实体 并且似乎被一种奇怪的效应影响 叫做第11效应 它使实体的行为和外表发生变化 使它们表现为正常的行人和狗 这种效应会导致实体与流浪者进行互动 以达到沟通的目的 如果资料里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之前遇到的小白 还有刚才遇到的老外 难道都是实体吗 如果说这个老外是实体 我还能接受 说小白是实体 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不管如何 我现在要找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认真研究一下这个资料库中的内容 这样我也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 四处瞎跑 我再次听了听外面 确定没有任何动静以后 我挪开了椅子 打开了酒吧的门 便走了出去 你好 看着突然贴脸的老外 我抬起拳头就要怼上去 可下一秒 我突然想到了数据库中的提示 本层实体受到第十一效应的影响 会变得没有攻击性 还会与流浪者进行沟通与互动 想到了之前帮助我的小白 又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实体老外 没准他也能帮我做点什么的 毕竟遇到他以后 他并没有伤害过我 那我也没有必要去主动攻击人家 我放下拳头 微笑着对他说道 大哥 你咋还猫门外面吓唬我呢 吓得我差点给你一处的 你找我有啥事啊到底啊 看着一脸茫然的实体老外 我突然意识到 他可能根本听不懂东北话 其实有些问题 我一直没想明白 就是这个老外刚遇到我的时候 开口就说中文 他是如何得知我是中国人的呢 还有之前的小白 他是如何看出来我正在寻找物资的呢 我觉得实体不会有这么高的智商 难道说是有什么人在操控他们吗 还有之前突然出现的无人机 为什么阻止我前往那个疑似核电站的地方 无人机的操控者到底是谁 我在酒吧里刚捡到的这部手机 又是谁的呢 最离奇的是 这里的网络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或者是由谁来搭建起来的 太多的谜团摆在眼前无法解开 这一切的一切 好像是有人故意这么安排的 现在的我 又没法指望眼前的实体老外 来帮我解答我的这些疑问 所以我只能继续尝试和他进行沟通 这位先生 您能带我找到人类的组织吗 这回我尽量用普通话与他沟通 然后他还是一脸茫然的看着我 我想了想随后掏出手机 给他看上面带有M1G标志的图标 我想通过这个办法 看看他能不能带我找到M1G的基地 或者有M1G成员出现的地方 可当老外看到M1G标志以后 他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恐起来 随后他又开始说起那蹩脚的中文 只见他的头又开始不停地颤抖起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这个实体老外竟然转身跑了 愣在原地的我 一头雾水地看着迅速消失在巷子里的实体老外 这是什么情况 这怎么还跑了 危险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M1G有武装人员 所以实体害怕他们 算了 不管什么原因 这回可算是摆脱他了 虽然没有攻击性 但是身边总跟着个实体 心里也着实发黄 随后我继续在Live11的大街上四处游道 我试图找到一个室外的 相对安全的地方落脚 然后认真地研究一下 手机中数据库里的内容 这对我接下来探索后事 一定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就在我路过一个巷子口的时候 我发现巷子里的尽头 有一栋类似公寓一样的建筑 而在公寓下方的入口处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唐纳 唐纳 那是唐纳吗 他为什么不理我啊 来不及多想 我迅速跑了过去 然后马上打开门 走进了这栋公寓楼中 进入之后 我发现这里的确是一个公寓 突然 我身后传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我回头看了看 进来时的门 已经诡异地消失了 难道 我从Liveau11中切出了吗 那这里是哪个层级呢 是哪个层级呢